大家好,盘调师,欢迎收看,观战一版清幽谈啊 目前国富S10的一个破轮 胜率很恐怖啊,97.89 这个胜率,这我们得来好好的看一看,研究一下了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胜率 武女大富昆虫加心里 这个阵容,说实话,打一个破轮 我觉得没得打呀 真没得打 你要么就迷中部,迷一个三台机,可能有说法 正常的一个时间借到,比如这边滚两下一个闪现带走的局 我觉得全者都没得打 还可以啊,武女加速八音和,其实打破轮要比减速八音和好用 有的时候给破轮减速,反而让破轮更好地调整身位 我说完这边补了个减速,死抓这边的武女,现在一下没滚到 哎,这个点你别说了,这个点武女还蛮有的操作的,你看 这走位,这时候呢,其实破轮应该断了 别跟武女纠缠了,那这边的话,闪现一刀 滚步跳走,板子破掉 八音和踩 这个击倒时间有点太慢了吧,再滚一下,再滚一下 这边一个闪现带走 整个击倒的话,感觉要到两分钟了 现在已经1分30秒 这个击倒,着实慢了 着实慢了 但还好的,这套这种他也打不了,什么价 闪现能闪下来吗 丢夹子,没丢到,没丢到的话,这边往前面一翻 武女这里,可惜是个飞轮 他要是个双弹的话,这波,说实话破轮连闪现的身位都没有 一波加速的话,闪现的身位都没有 然后前面再进下一个交互点,再倒,这个局可能就能活 现在的话,差不多也三台机了,确实是迷宗不迷的三台机 但这三台机嘛,对于穷者来讲,我觉得 森林开门阵,有一机会 但是你说力赢,我还不见得 因为毕竟这是胜率百分之九十几的后轮 丢夹,大夫这边是被通缉到了 丢夹子先封口,打一刀,破轮到二阶 武女这边的话,基本上一个轮形态 直接他想打一刀,再打一个落地刀还是 落地马步,好,看见武女的一个位置,这边追上到大夫 大夫这一波要吃刀了 刀大夫倒地 武女的位置的话,应该是直接开轮形态滚过去 找不找得到?找到了,没什么问题 找不到嘛 这里看一下,排到了,好的 排到就行,排到就行 排到这场卦上九十几,这边的机子应该是不够的 毕竟大夫的台机是没有削完 等会儿,机子的话差不多 但是很可惜的是,武女倒到了遗产机 它机子其实差不多 如果说这边武女倒的是个地下室 我觉得这机子都够了 如果武女倒的是个地下室,机子都够了 这把的话,倒到遗产机有点可惜 倒到遗产机的话,给破轮一个不仅是宝瓶 而且是一个真盛面 破轮这边是可以直接来抓这边心理学家的 给你救了 能找到吗 没排到人 看到了 这个门,加个戏剧 这这这这这这这什么情况 去飞轮 哎呦,这一波他都假动作交悲观了 结果武女这边不上当 用飞轮躲了一个悲观 帅是挺帅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吧 用飞轮来躲戏血会不会更后面 那个戏血是很实际的能躲掉的 但是这个 飞轮这个东西真蛮难说的 不过这波躲飞轮真的蛮秀的 破轮已经是 知道你可能会干嘛 一个戏血丢夹子没丢过去 那平了平了平了 还是前期武女牵制的好 然后这边 穷者 也确实没办法 被压到遗产机的 要不然的话这个 真的是打出一个四人开门战了 真的打出四人开门战了 刚才这边的话 如果说这还可能是路人局吧 等会儿 有没有机会跳个地窖啊 那边门能开吗 丢个远夹封口 闪现的话距离上面不够 丢夹封口 来吧 哎呀我去 三跑 这个地叫跑票 赶紧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